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五也有解释过 很多主要货币很难再将核威胁影响每一只货币 大家留意到欧元上升 当然是否因为危机 在货币我们认为北韩的危机 到星期五是否会认为 在星期五美元会下跌 是否因为危机淡化 我并不认为大家应该这样想 因为危机不可能天天都要提升吊弹 而且说得太多甚至乎影响力反而没有 所以可能只有金会星期五会升 反而其他货币又比较难 反而可能是因为星期五的数据影响比较大 所以看到欧元其实早段是横行 到美国公布数据 大约是GMT时间13点左右 所以看到反而是那一下欧元抽上去的 结果其实去到接近欧洲收市也有调整 调整完之后结果欧元也是再升 也升穿了美国的早段价格 大家看到欧元最高其实升到118.48 这就要告诉大家 即是说在星期五美国的欧洲收市前 反而还可以以经济数据去炒市 反而过了十月之后 欧洲收市 大家未必要再跟上上星期所说的所谓核威胁 所以看到欧元反而是早段横行之后 这个要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核威胁是否正常来说 应该对亚洲区似乎的影响性 或起步点可能会在我们这边 所以会不会在亚洲市影响得比较深 反而去到美国市 就真的未必好像我们亚洲市的感觉 大家会知道 甚至乎这件事又要注意 如果他真的改了这么久 你看到亚洲股市都不停跌 每个人都跌 反而可能今个星期会抽回上海 甚至乎穿回上海 因为根本没有事发生 因为他说到8月中会射四个导弹 明天是8月中 当然不一定要15号 但我觉得大家反而可以降低自己 认为避险情绪 所以日元你也看到 其实星期五美元对日元反而掉头下跌 即美元对日元上升 即日元就跌回 所以大家看到 而且也是一棍过 最低 最低是10873 即日元开始减弱了 甚至大家要留意 可能有机会日元反而弹回多些 即美元对日元有些获利平仓盘 因为上周是金和日元的下跌趋势 即是比较明显 看看榜 榜多一下那句 所以我都说 去到欧洲货币 未必有这样的效应 那么明显 反而 美国的数据 大家会关心多了 最低是12940 你看到榜 之后也反弹回到1.3 反而瑞雪法郎 都是牛皮 大家要注意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 有一个趋势 会不会 开始要平仓 然后重新 看美金再跌 可能反而今个星期 大家要关注多一点 因为看到 其实我也觉得有点危险 因为我记得上周有提过 如果美金调整 应该起码弹两个星期 但似乎上周也做不到 所以反而今天大家要留意 美元指数可能会多一点 暂时看看这个价格 92.83是美元指数 大家要留意 反而其他 记得去我 Sky Finance Facebook专页 看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